哈嘍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呢繼續來玩這個達阿特攻喔 那今天呢是出了這個更新檔喔 那好像有人說更新之後這個S級軍備會消失嘛 那我們的話就來帶大家稍微更新一次 看會不會真的消失喔 來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來到GoPlay這邊應該就可以直接更新喔 那檔案大小的話好像還蠻多的喔有102MB 更新的內容呢應該也是他上次說的 可能主要的話就是新增一些章節啊 然後有些什麼新的金珠吧 然後額外的任務應該是可以獲得更多支援 好那我們就更新完成來打開一下這個遊戲畫面 解鎖了一個新功能耶日常任務解鎖 那再來的話還有這個S級裝備的概率大幅提升喔 這好像有稍微換一下嗎 然後的話是一個小金珠 可以獲得 大量鑽石 那這個也是要出資才會獲得 好那其他的話好像都差不多 這個商店的頁面都還是一樣啦 下方也都還是金幣沒有什麼變 那主要的話應該來到戰鬥這邊 我放這裡的 喔成長基金多了 蠻多不同的檔位 這樣 這裡有免費的可以稍微領一下喔 這裡的鑽石好像還可以吧 金幣的話也都有一些不錯的 我也就是稍微堪用一下 這樣我們全部都領之後呢大概多領個200多吧 那重要的話是這個日常任務 喔除了日常周常還有這個成就 成就應該是可以拿到蠻多的這個鑽石喔 他們領到之後應該也是可以再來稍微 湊一下這些 小裝備 那這邊日常都領一領 那其實這個日常還蠻好容易做 做完喔 那像這種每日購買物品就不用買 然後儲值的話也是不用 最的話無課也是可以每天 都可以拿滿這個獎勵喔 一天的話就有6000再加50個寶石 那算是還不錯啦 再來的話周常 周常的話可能就要稍微比較乾一點 獎勵的話也是有比較多啊 至少這個強化券有很多 還有這個150個鑽石 80的話有這種 一小時巡弱金幣 還有這種 這啥 也是有300個鑽石 不錯啊 那我們再來的話也把這些成就給領一領 不知道可不可以領到差不多接近1000了 都快要2000個鑽石 開寶箱次數 好那應該是差不多了 購買體力 好那我們這邊領完的話就大概是 1896 那這裡看下來的話應該是沒有什麼變化 不過好像有蠻多人反應說這個 更新之後 更新之後的話這個 肉食流行手套的bug就會消失了 然後的話現在進場的話 進遊戲的話是改成這個 小拉霸 變成這樣一個拉霸 就有一個錢箱然後有一些 這種 小金幣吧 好那這邊的話就直接稍微拉一下 好那這樣拉的話 是 大概有17000的金幣喔 獎勵 感覺是還 還可以吧 還不錯 然後的話 等一下就是 一樣是自殺 就可以直接拿到這些錢吧 那我們就來稍微 實測一下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 成功 自殺完成喔 那就可以拿到這個 看有一些獎勵 然後一樣是金幣喔 有17000感覺是 還可以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復活有這個 復活幣喔 就是新增了這些東西吧 然後的話一些像這個 地圖的難易度好像又更加 變得更難 那我們就稍微來挑戰一下 看看是不是 真的變得更難 好那我們這邊把它升一升 然後這裡還有個驚嘆號 還有個物資箱 好又抽了一個沒什麼用的裝備喔 好那我們再來稍微挑戰一下嘛 那我們上次的話是 快要13分20秒 這次不知道能不能夠 成功撐過5分鐘 喔還有個新的科技有這個榴槤喔 還有個這什麼 遙控激光喔 怎麼一開始就有個寶箱啊 那我這邊選一下喔 反鑽 站立補給 這邊是一進來就讓你獲得 哇好多金幣喔 這什麼東西啊 一下子就有2萬金幣 這樣是不是我們一出去就可以直接 直接自殺 不知道 好那我們再來稍微選一下 目前看起來是 那枯還是可以一下子就秒掉這些小怪物 好像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一樣喔 看一下飛光發射器是啥 這種直線形 啊 上。 礦為 礦為好像就上下這樣子 可能是可以彌補一下那個 補勢刀的缺點 這邊你看劍格的話有這種激光欸 那這樣的話可以選童狗 那我這邊就選一個能量塊好了 而且他是放了他就會在固定的放了 就可以逃跑 然後做其他的事情 就可以站在王的下面 這樣子 我怎麼感覺好像... 我看我血量是變多啊 總算成功的擊倒 再來看看可不可以再提升一下等級 好苦無三等 再來第一個五分鐘BOSS來了 來測試一下這個BOSS有沒有變更強 血量好像是有變多喔 估計要打個兩三分鐘吧 那這邊的話是有榴槤喔 榴槤的話那我們也選一選好了 畢竟是一個新的武器喔 他好像就跟足球是差不多的 是超慢速足球 5%的血量趕快解決...喔 可以直接把我們的那個... 護石給打出來 趕快來吃一下幸運列車 拿到一個板磚啦 那這邊的話... 激光我把它升上去喔 看來可不可以在這裡就把它突破 這激光輕小怪的速度還是挺不錯的 他不會說像磚頭就一樣打到幾個就停下來 好 那我們苦也滿了 現在的話就是差... 我們忍者的 稍微衝個出去 被包起來苦就沒什麼辦法 立場發生器 好 那我們的激光喔 已經可以順利的把它突破上去 只要再吃個寶箱什麼之類的 他看來升滿是... 2600的傷害 湮滅射線啊 舉陣降臨 看一下 哇 這個是怎樣 這個猛耶 這個猛 不過我好像快要掛了 是怎麼就是 我快要掛了 那可以跟立場做搭配啊 有沒有磁鐵可以讓我吸一下 沒有磁鐵 沒有BOSS 那我們再靠近這個肉附近裡面 BOSS還算是蠻好解決的吧 他就只會到處亂跑 所以是不是說 如果改盤之前有機率 可以讓這個BOSS去撞到外面 好 那我們的高爆燃尿 就是跟這個火箭是一樣的 欸 那還挺不錯的 那直接選 再扣魚 剛剛差點被那個 撞到 最後點血 終於順利的解決了 來看一下有沒有 沒有 就只能過去去 滿磚升上去 那還是榴槤 我們先選一下榴槤 這裡有個BOSS 這個在打BOSS也蠻好用的 不過總感覺我們 快要被包圍住了 這個怪物傷害太高了 而且我們現在有沒有辦法 直接存出去吧 那我們就只能夠 直接死在這裡面了 而且現在還有這種愛心可以直接復活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達到特工具差不多拍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